今天又到了游离群到的丹一言 有请诚哥出场 你看你刚刚就漏讲了几个字 就人就开始不顺了 因为你都说 你不要说让我们很高兴吧 人不能有阴影 一有阴影 很多事情就做不好 上节目呢 都不会有罪字 那我就觉得 这简直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不够自然的机器人 错了错了 他已经到了如火纯青的领域 不需要修剪 如火纯青应该是我吧 因为我有个纯字 不是名字有那个字就代表 我是纯属虚构 今天知道这本书我觉得蛮励志的 一个人从东京开始的追梦旅程 你以前的工作可以跟大家讲吗 你以前是当过老师 你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就是校长 就是鼓励年轻人 就千万不要画地自现 那是真的 你看执翼也从教育部长这样的一个智项 变成广播节目主持人 对不对 希望大家也来谈一下 如果你不做现在的动作 你要做什么 我们介绍的书是年轻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那我们今天要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上次我们说的题目是什么 就是说年轻人应该是具备什么特质 对或者是什么比较正面的 我记得 是是是 好 得 讲的是 5 year 就是好年了 好年 年轻的好处是青春活力 没有那么重的生活负担 可以自意游走 获得自以为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也许年轻过后就没有那么自在了 我们希望他讲那么长 你又来了 抽到就很了不起 总是要酸人家以下你才高兴 弄得人家一一来台湾找你算账 真的 江福晴 年轻就是最大的优势 这等于没有讲一样 你不要再来了 你真是太准了 他一时半场又半场 我就不信你可以再来 好坏 好啦 拜拜 再见